大家好,我是屎,你爱的自动学s啊 视频开头呢,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点赞连支持一下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小制度啊,心想时辰 快快乐乐的啊 话说快乐的暑假开始没呢 接个家居打算怎么过啊 对了,最近久违的使用了纸笔 你别说,用纸笔的感觉是真的很爽 上头,觉得买的东西都贵重 所以你们现在随身还带着多少纸笔啊 跟我说一下呗 好了呀,话不多说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本期属于大家的快乐 对了,可以的话 用这些沙雕片段写一段小制的经历啊 嘿,走起啊 都说,他在老唐的鼓励下 试图把阿楚约出来见面 为此他准备了一辆千万超跑 一间酒店总统好华套房 和满屋子高达99999多的玫瑰 和钻石项链一条 What,这么多的玫瑰花 这得多少钱呢 每个百八十万 这想都不要想好吧 好大一笔钱啊 我是真没见过 丢人了啊,丢人 但跟千万超跑和钻石项链比起来 玫瑰花也就这样 金钱蒙蔽了我的双眼 话说准备了个总统套房 你想做什么运动啊 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 但不愧是总统套房啊 99999朵玫瑰都能放得下 那都是一个公园的量了 这个太浪漫了 给我也整一个 西境珠穆拉玛之巅 秦吾双一身迷彩军装 站在山巒前 他的剑在滴血 在他脚下 珠峰山巒 尸山血 龟满峡 寒风呼啸 尸骨如山 这一战用13日 绞尽敌扣十万 满地尸骸 便是剑阵 战争终于结束 就在他收剑归翘的刹那 突然山脚下一名警卫员 面似凝重 捧着一封书信 急不冲上山巒 天哪 上了三天三夜 这哥们是真的战神了 哪怕是战神 这三天也虚脱了 但男主就是不累 但是更牛逼的是 这他妈 居然还是在喜马拉雅山顶做到的 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屁大的地方 他是怎么拿着剑 杀了十万人的 这得杀多久啊 别不是缺羊死的吧 而且这男主的小弟 也是个狠人 从山脚 毫无压力地赶到了山顶 怪不得敌人会输得那么惨啊 这也怎么打得过啊 男主手下说听到了求助的声音 男主本来说不救 还说要捡尸体 但看到她是爵士美女后 光速出手就下 并迅速攻略 后来他们就经历了不得的事情 看见没 看见没 只要你是爵士美女 哪怕是男主 都会忍不住地为你心动 相当于白嫖一条生命的 而且一般来说 反反反也不太舍得把爵士美女给杀了 虽然待遇不会太好 但为啥都是爵士美女呢 这些挨了一下的老素 心脏之所以没有被剑挑碎 是因为他在战斗中的应变能力够强 操纵心脏的位置进行了微调 这不是天生的 而是一场场生死战中打出来的 蛤你在干什么 这都可以 不愧是武林高手啊 生死之中还能领悟到这种迹象 心脏他还能位移 我是真的佩服 缩骨功看来也是真实的 为了保险起见 你干脆把心脏移到体外好了 重要的零件都拿出来 这不就不会暴毙了吗 谁打你都死不了 最多就受点皮肉之苦 这样下去 早晚能成为武林门主 不过这真的还是武林吗 玄幻世界也就这样了呀 男主本来要女主弄个试管婴儿 结果在运动的时候 一不小心 假戏真做 变成了真的 拐上了小宝宝 事后女主问男主为什么不放弃他 男主说 他不想失去任何一条染色体 妈爷 你这还怪节约的 节能减盘小能手啊 这一定得给你办一个奖状 太感人了吧 都说无种的存亡 只关系基因的延续 但像男主这样的 完全就成为基因的奴隶了 等一下 仔细一想 这好像哪里不对啊 整个人都愣住了 莫斯文为了增加莫斯的气氛 射定在莫斯爆发前 突然出现了电磁脉冲 导致热物器全都无法使用 主角重生后 抢劫物资 被警察追到后 掏出手枪射击 但因为电磁脉冲的缘故 所以子弹不能发射 于是成功被男主逃跑了 啊 疑惑 我是不是傻了 电磁脉冲 他有这么强的吗 手枪都用不了 警察同志看到这个场面都惊呆了 切尾尔真的只是个电磁脉冲吗 我一定要打丑枪试试 肯定可以的 哎 刚才是不是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就当它没有发声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呢 就结束了 如果可以的话 一定要点赞三连来一套 真的谢谢大家了